прекрасique 今天是我香港最後一天 可以聽到 мой聲音滴了 應該是前一天 那個日溫差太重 明明在香港10多度的時候也沒病 所以回到香港 最後幾天就有一點病了 Anyway 剛剛我就買了一個外賣回來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常餐組成 有叉燒通粉 然後炒蛋火腿多士 再加一定要喝的凍檸茶 我不知道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最愛的香港食物變成常餐 但是真的有人問我的時候 我基本上每次都會回答這件事 雖然真的好像沒什麼特別 只是通粉包蛋 但是這件事真的很港式 我是在韓國不會找到的味道 就是在韓國的早餐選擇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 就是湯飯 紫菜包飯 要不就是多士 所以我跟韓國朋友說 這個是我們的早餐 他們很多都會很衝擊 覺得早餐是要吃白飯 這樣全天才會有力 就是吃包 或者吃通粉 是不行的 之前還有一個朋友 我給他看上餐的構成是怎樣 然後他說 好像監獄的食物 It looks like prison food 我是聞了好 明明 不知道多好吃 多士 我會這樣確保自己每一口都吃到所有東西 又是這個味道 茶燒 如果說韓國的國民 飲品是阿阿 那香港是不是 凍檸茶 哈哈哈哈 最後我們點了 earl grey巧克力的雞蛋仔 他說是這裏的top to sale 本來也在狗結要買 巧克力還是earl grey巧克力 但是感覺earl grey比較少見 現在就在等 他說要等15-20分鐘 等了25-30分鐘 有啦 它很香很香 earl grey味 真的很愛脆內緣 它和它中間的營造料 不會說空心一般 但是它那個earl grey味 有一點外過了中間巧克力味 他們在家裡 有一個顏色 以為它入侵 就在手上 這樣做得到 步步工精 做得到 有一個顏色 在家裡 你吃完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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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到很滋味的 我們來吃糖水 本來我叫人之金龍 但賣光了 原片芒果 明基甜品 有錢手 打手打手 挺甜 裡面還有一些芒果汁 前陣子在韓國很流行西米露 每個人都在家製 我們在IG 韓國的西米比較冷凍 雪藏的感覺 咬下去 是比較實心的 不是那麼豬 也可能是 但這裡是 臨身 大粒 糖水還有其他小食 在這裡 炒蘿蔔糕 炒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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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花蕉街 一山蕉蕉 是很激 哈哈哈哈 不是 今天早上大概7點半 我已經來到機場搜尋了 在閘口附近的沙門 超開心的讓我發現 香港機場的衣服是有菠蘿油 最後一點的講食 主要是控熱了 現在是暖粒粒 超邪惡 我覺得以機場的價格來說 比起其他包 已經算是不太貴 成為28元 飽油 超棒 這次回到來 打算多試不同的手搖 之前在IG問大家 最推薦的手搖店和飲品 有一點點意料之外 最多人說的三間 COMEBYE TEA 吃茶三千 天人 先吃茶三千 我就是第一次聽 雖然我已經試不到這麼多間飲品了 我就在這裡分享 大家都可以測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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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讚